從以前當議員到立委實質的了解 相當多數的契約都是假的 相當多數的租屋的事實是 你們所掌握不到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提出這個東西要給人家補助 你要知道他們的困難重重 他聽到說是弱勢的 剛才很多委員都有垂巡了 他就不想租了 然後就算是我全額免稅了 他還要拿出去讓你們掌握到 他其實也不太會想租 那所以你盡量要提高誘因 要不要為德不足啦 就是說你免這個4000我是了解這個好意 其實我也會蠻想支持的 但是這個好意通過不好啊 剛才我的意思是說 效果不大啦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的提議是這樣 抱歉你剛剛講 我想這兩個 大概沿框委員提的是說 只要把房子租出去 就是按照規定的 政府住宅補貼的就全部都這樣子 但是那個沿框委員是說 只要是租給老年青年 按照這個規定的 他們兩個的提案不太一樣 沒有全部都同意這樣子 所以那看各位委員對這兩個案子 大家 其實財政部這樣 減少的稅啦 減少了稅 你們就是 呃我們剛剛有講到是說 如果是依照目前的願版 因為當時候願版 呃內政部在估這個稅損的時候 是用2萬多戶來算 然後是用全部所有我們中所稅的有效稅率來算 那時候估大概是差不多5000萬稅損左右 所以跟呃呃呃願版就是在2萬多戶 大概是5000萬左右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說呃把他全 因為那個是比較早的數據嘛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他double到這個5萬8或6萬的話 那大概會大概是1億左右 願版的部分會是1億左右 那因為呃呃趙委員他是把這個這個4千塊再擴大到 全部 對那其實全部到底有多大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以如果假設正常這個弱勢租者 一個月相對經濟弱勢他租的房子大概可能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我們剛才是用1萬的情形來算 對 所以1萬的算起來就是如果是趙委員的版本的話大概 那1萬2千塊啊 啊不是會有一個有效稅率的部分 因為等於說原先願版在算的時候 他是用600萬申報戶裡面 有繳稅沒繳稅的人的全部算出來有效稅率 那我剛剛重新算的部分是我們剛剛的一個假設就說 我今天如果是都不需要繳中所稅的人 他就不會是因為我要繳稅而不把房子去租出去嘛 所以我們想說你不用繳稅的人基本上他 呃就是不會有這部分 這些人不會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你的稅率是大概5%以上 那其實繳的稅也非常少 他也不會是因為稅的問題而不願租出去 所以我們把不用繳稅的 所以他當中的差異會在 我到底是全部用600萬申報戶的有效稅率來算 還是說12%以上的這些申報戶有效稅率 大概會差在這邊 就是有效稅率算的會不一樣 以及這個金額不記錄收入的金額的差異 這樣算出來是4億 大概會如果用20來算 那20可能更高 更高那我現在是用9.58來算的話大概是4億 那至於就是顏委員他所提的部分 因為他還在擴大到老年人跟這個青年嘛 那這個部分為更廣了 可是有多廣這個部分 在條件中的雙方的爭議可能會比較大 那個主席啊 這個是這樣啦 剛剛財政部的說明 在講說根據本法規定接受政府補助租金這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質詢的 我們在內政委員會關心的就是說 阿你有哪是今年2萬 阿明你變成5萬人 阿明你換來換去 所以你這一個包括你 這個就會牽涉到說你哪些人是接受租金補貼的人數有多少嗎 對不對 那這個是應該要完整的 做一個配套性的一個修法 這樣會我們才能夠決定 所以你沒有配套看 你光 光這樣今天我們修一修 明天那個過幾天我沒有大修 你根本那個範圍在前端就沒有辦法界定嘛 那問題出在這裡啊 所以你要討論老朋友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你真 我主席 我的看法一樣啦 我覺得這個住宅法 這個部分可能要整體來思考來修啦 如果以現行的行政院版過的話 也還抓不清楚 我是建議住宅法 要不要等下次再來整個一起處理啦 我覺得這樣完整性比較高 我覺得很奇怪你知道嗎 從早上一直在討論這個案子 啊你們沒有人跟我提出來說 啊民進黨有版本 對頭都沒人說 啊剛才會知道說一天 說到開始要那個 你們才提出來 沒有啦 你後來講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程序問題那時候就要 沒有啦 你們沒有講民進黨有版本要送進來啊 是剛才那個李委員才 我們開始坐下來協商的時候 你們才說 一個會期以後才要送送案進來 那都已經 車子都開始開了開了一半說 好我們現在再停下來 跟那個你們提的版本 跟立法院黨團提的版本 這個都不衝突啊 對不對 這個問題是說這個案子 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嗎 要把我提一下就是說 召委員也不用考慮到說 是我們好像在找麻煩 因為其實某種說也是 也是支持 也是支持你的排案 所以我們才 就沒有用程序 我就是很認真 因為我覺得說這個根本沒有什麼爭議嘛 所以我先 我先不考慮所謂民進黨有版本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財政部代表講的東西 我也有聽進去也在仔細思考 他所謂的有沒有用其他的配套措施來取代 所謂的用稅直接處理的這個可能性啊齁 那但是問題是 我現在就沒有看到那個配套方案了 然後揭露的他還是不會想揭露 你說少4千可能沒有幫助 我們也同意啊 我並沒有說12條之一不採用你的版本 我懂啦我懂 我只是說財政部的這個看法 因為財政會的想法跟我們立法委員實際 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問內政部的看法 我這樣說齁 其實不關顏坤文委員 或者趙天領委員這個公返齁 對我行政局來說齁 在基增上會有可能也有一些 要更作嚴的地方 包括說是不是要頂上限啦 頂上限 因為你那時候你是用1萬塊嗎 到底後來是不是放過來 為了要投入稅 不如說我做3萬我做5萬 當然你說比較多錢 是不是比較有誘因 當然也比較有誘因 但是是不是打客邊水就有誘因 就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說 這不必然啦 不必然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條文大家有意見 其實也可以分兩階段處理 就是說像行政院的這個版本 是不是太過了 後來比較有照顧的來投入 還是說 競爭這條要停的我也不可以 那個 顏寬恆委員的版本 我是覺得太廣了 因為那老年青年 他是說 那行政院的版本 因為你這個立法的目的就是說 要鼓勵大家能夠出租給這些的中低收入戶者 那可是你能夠就是說 結稅的部分就只有4000塊 一直在那裡所謂的擴充稅基 然後增加這個稅收 但其實租市場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黑數 很多人根本租了根本就不報 所以在這裡呢 你說好 我今天為了節省那4000塊 我就必須要報 大家就我就不要租就好了 所以你用那個政府的這個版本 我是覺得說是根本沒有優因 那所以呢 如果要的話 就是剛剛這個趙天理委員的版本 就是說 我只要是出租給這些所謂的中低收入戶 就依照本法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中低收入戶的話 那我就是整個租金就可以補 那當然這裡面也應該加上一個上限 就是說他的租金以什麼 不得超過多少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上限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趙天理委員的部分 再加一個上限做一個修改好不好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那上限我們用1萬來做上限好不好 好 來那個請他們來 委員你來幫忙把它寫出來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按照 等一下這樣子修正通過就會比較好一點 你來把上限補上去好了好不好 補個上限了補個上限 對齁 好 那再來我們看第45條齁 那個油美理委員的提案 那位主席啊 我是不是可以再補一項啦齁 就是大概意思是說 減免的期限範圍基準程序之辦法 由內政部財政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資啦 可以我跟你講那個要修改的條文 現在在這邊全部把它改一改 包括線上限跟這個 陳偉現在講的這個 我想全部把它擺進去 就再加一下 好可以齁 那等他們寫完我們再請他們唸一次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第45條 來我們先看45條齁 那個油美理委員所提的意見 的修正案 他加了一些 就是那個國際公約的那些 條文字 寫了五條 對對 加第二項 大家對油美理委員提的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各位委員請看一下 有沒有油美理委員 所提增加的第二項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 沒有意見 你還有意見 就是說那個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他們是說那個 就是那個經濟社會那個 要把它改成銀號 對沒有這個箭頭 對這個把它拿掉 那個箭頭的擺成銀號 然後是輔助防權那個銀號把它拿掉這樣子 這兩個標點符號把它拿掉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 油美理委員的第46條之一 這個是增加的 那個行政院是希望我們 來幫我聽一下 把這個重大建設改成 住宅計劃啦 住宅計劃就會比較好一點 重大建設太大了 然後還有哪幾個資料修改 沒有 那個部分齁 就第二條啦 開發行為啦 住宅開發行為啦 就只有第二行齁 改成 各級政府核定之 住宅計劃 或各級機關所為 直接或間接之 住宅開發行為 那個主席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好不好 各級政府核定之 各級住居權 住房權之剝奪 那應一 那個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好嗎 對於那個 對於那個 優委員所提的這個 建議版本齁 因為你 基本上這個是住宅專法嘛 所以我們是比較說 剛剛 早上齁 部長在這個 這個 對法案的回應說明時候說的 還是寫住宅計劃 是直接就OK 或者你這樣子的協法 對又住宅的這個齁 等等齁 這個沒有很明確啦 我們是覺得這樣子還是 是不是大家可以比較有共識啦 嗯 那個 那個主席 嗯 這裡呢就是說 因為如果用住宅計劃的話 就是太窄啦 因為我們這裡其實在強 第四十五條 其實在講的其實就是你的住房權的那個基本定 因此呢它不能夠 只限於只有所謂的住宅計劃 因為住宅計劃太狹隘了 所以我們這裡其實是說你今天 因為我們像看說大埔案啊 或是這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什麼 繡星社區啊或是華光社區等等 那個都不是只有住宅計劃 那個其實住居權的這個基本人權的剝奪 所以這裡才說好 這個各級政府核定的重大計劃或是各級機關所為 直接或建設的開發行為 涉及住房權之剝奪者 那應該依照 好 因為否則你只有住宅計劃的話 幾乎這個根本不用到啦 我這個住房權的這個剝奪這兩個字齁 我曉得是不是還有比較中性的文字啦齁 那這個給人家感覺好像是 政府是有啊這個 站在不對的這個這一方啦 那另外這個第三款的部分啦 講提供相當之賠償啦 賠償跟補償是不一樣啦 賠償跟補償是不一樣啦 啊賠償或補償啦 把它再加上啦 這我是建議這樣齁 第46條之一這一個部分齁 這個公約的規定齁 但是公約它基本上它是 一個架構性或者是框架性的一些法律 的一些規定齁 所以你寫到實際的條文裡頭齁 這可能要 這個可能要把這些 這個文字齁齁 稍微把它更明確的規定 會比較 比較界定它的範圍會比較清楚啦齁 譬如說 你有什麼替代方案裡面 你講到說要採取措施 替代住房或有生產能力之土地 齁這個這個是 在在 對對對這個可能要做一些比較清楚的規定 什麼叫做有生產能力之土地 那個司法院要求要說明 來請司法院齁 然後在法務部齁 對不對 你有麥克風 好 那個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就這一條的這個司法院的立場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行政機關 只要行政機關做得到我們司法院當時沒有意見 那只是說因為這一條連結到後面可以進行訴訟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這部分有一些疑慮就是說 像 第一個就第一個部分就是如果照原條文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它適用的範圍啦 土地徵收啦或是都市更新 只要所有只要涉及到 跟住房拆遷相關的 那就變成都有適用 那這裡就會涉及到 住宅法跟其他相關法律 它的適用的這個優先順位的問題 那要怎麼去定位說普通法跟特別法之間的關係 在這裡可能還需要回到住宅法第一條 這個跟各法的關係再去做釐清 那另外還就是說它的第二款跟第三款都有提到 要提供安置替代方案還有賠償 這種案件跑到法院來的話 法院要用什麼在訴訟上 可能會有一點疑慮 然後這個就是 我先就46條之一進行發言 那等下47條之一我們還有我們的意見 這樣子好不好 先不把它放在這個 我們這次修改的條文裡面 等民進黨的版本出來的時候 在整個要弄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一次 就有委員這樣好不好 好可以齁 那我們這個站不增加齁 那如果這個不增加 叫47條之一 嗯 就是接下來47條之一 那個